拜登特使陶德访问团 昨天下午特别跟六位朝野立委 来进行会谈交换意见 其中特别提到有关九二共识 我们要视讯连线 五党籍立委林长佐 请Freddy来帮我们还原一下 昨天的状况 Freddy昨天陶德主要 第一个问题就问到九二共识 当时情况是怎么样 其实昨天第一个问题 的确就是切入国民党的重点 就是九二共识 但是我们从整个脉络来看的话 因为昨天谈话的重点 大概就是在问 台湾人怎么看待自己的 安全问题 以及国家未来的走向 台美之间怎么样 针对台湾的这些 台湾人期待的愿景 台美怎么样可以来加强合作 美国人可以怎么样帮忙 但是在谈论这些问题的时候 当然有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国民党好像不是这样看 因为台湾人当然对中国的立场 现在很清楚 我们也希望能够捍卫自己的民主自由 希望加深跟美国的关系 但是国民党你们对九二共识 到底怎么看呢 所以我觉得是在这样子的脉络之下 陶德访团问国民党说 所以你们现在对九二共识怎么看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国民党其实我认为 他又太快速的 就是回到他捍卫九二共识 一个中国的那一个论述 那当然马上 我跟王定宇跟罗志正三个委员 就立刻强调说 这个早就已经在台湾的民意 已经被丢弃的一种论述 不管一个中国你要讲各自表述 还是是一国两制 不管你们要怎么去诠释九二共识 他也是一个跟中国根本没有共识的 一种话术而已 然后也不是现在的民意的 这一个支持的倾向 那因为我历次跟美国会谈的时候 不管在美国或在台湾 我都是被比较定位为代表 年轻世代的声音 所以我就特别强调说 如果你要知道台湾的未来的话 我们不能不讨论 年轻人天然独的这一个倾向 也就是说 不只现在我们不可能支持九二共识 也不会支持中国的一国两制 而且未来台湾的年轻人 期待的台湾的走向 绝对是走向这个独立自主 而且是捍卫我们自己的民主自由 那当然希望跟包括美国在内 加深跟这些民主阵营的这个关系 所以在这样子的脉络之下 国民党当然是 有试图想要再去缓和一下说 如果没有九二共识的话 那再怎么样也要再跟中国 找出一个新的共识 等等等等 那我也是直接就在现场 就是回应说 国际本来就有一个共识 国际本来就有个国际秩序 所以为什么不是让中国来参与 国际的秩序 以及现状现实 台湾就不是中国的一部分 为什么他不能承认这个现实 而国际社会都要为了中国 去发明一个新的共识 新的为了安抚他们 讲出来的一种话术 那这个就是中国最希望的 而且这就是中国借以统战渗透 民主国家的一个做法 他以前就是这样搞 而且不是只有台湾受害 全世界现在都对中国有很高的警戒 所以在前面的这一段 的确针对九二共识 以及衍生的讨论 还蛮丰富的 我相信他们的回应 所以美方应该有理解 你们各自的立场 你们都有这个充分的陈述 对 而且我相信美方 他应该蛮清楚的知道说 这个国民党他们并没有挣脱 他们自己现在的一个限制 等于美国也确认了 这个国民党的立场 还是一样 这个停留在九二 那跟现实状况 其实已经有一个非常大的距离 那另外就有关这个诚意性的部分 他有说提到什么 台湾年轻人缺乏这个国际观吗 这个对中国跟美国都不了解 这个部分呢 这个其实在现场 因为我们都是用英文会谈 所以他的确这个逐字上面 我们没办法去还原 他这个英文跟中文 他怎么去翻译 但是他的意思就是 这个台湾人不了解美国 不了解中国 那对国际的这些局势上面 等等的 大概都是用不了解的方式来去诠释 所以其实我们几位委员 也是赶快就澄清 因为其实针对近年来的几次的民调 我们都可以看到年轻世代 是最支持台湾 而且最愿意捍卫台湾的 这个跟马英九时代的那个民调 已经是完全不一样 所以他可能还在旧的那个马英九时代的之下 他认为台湾年轻人都很软弱 但事实上这两三年 我们可以看到年轻人 不只是天然独 而且最愿意捍卫台湾的 所以我相信这一点 我们也清楚的让美国人知道 弗雷姐那我很好奇啊 那时候陶德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他如果听到说 台湾人对于美国跟中国都不了解 他那时候的反应是什么 那个时候我的印象中 大概都有稍微微笑了一下 但是因为我们其他几位委员 把握时间就赶快把这个 我们所认知的台湾 比较清楚的去表达 那我觉得比较重要的就是说 这个至少我们可以从整体的结构上 看得出来说 美国人他当然是期待台湾人 是愿意正视自己的安全 还有民主自由 那对中国应该有一个清楚的态度 那以及在这样子的前提之下 台美我们可以怎么样深入的合作 那有提升双方的关系 我觉得这个大概是比较像是 我们往这个方向的迈进里面 那至于九二共识 我真的觉得它是 它等于就是我们既然有刚刚讲的 这一种台美的一个前进的一个愿景 但是显然九二共识在这个愿景里面 是装不进去的 所以他才会一定要拿出来问国民党 那所以你现在还是九二共识吗 大概是这样的原因 是 飞主我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说国民党主义江启成 他是这个传出说 他不知道陈以兴跟蒋万安 有去参加这场会面是不是 因为他又抱怨说 这个民进党都没有这个安排 这个其实我觉得 不知道江启成是故意的 还是就真的是外行 因为像这么重要的一个美国的访团 一定是美方安排的 所以一定 你如果开口就要骂蔡英文 或者要骂外交部 我觉得这个要嘛就是外行 要不然就是不敢骂美国 那所以就只好这个 就只好骂外交部 那事实上我觉得国民党内部的 很像联系可能有一些问题 虽然美方在几个礼拜前 邀请我们的时候 并没有讲说这是怎么样的访团 但是其实在几天前也就有告诉我们了 所以我觉得国民党内部 应该还是有一些 横向联系的问题 还是问你觉得江启 他比较这个想说 当面去跟陶德沟通呢 结果美方没有挑选到他吗 我觉得他们应该 这个都有一点点 因为毕竟只有六个委员嘛 所以我想 难免会有一些吃味吧 但是我觉得既然国民党 已经有两位委员在现场 那他们又是这个强力的在推动反美 反美朱 所以不愿 不管说是这个江启成 还是其他两位委员 他们要表达国民党的立场 应该不会没有机会 但我们昨天也都没有听到 其实不一定是要江启成本人嘛 是 是 我们下期再见